你好 想弄点啥 你好 老板 帮我看一下这个值不值钱 这是银元是吧 对 我先上手瞅瞅 值不值钱 大清宣山 还是阿后点 大清宣山 这阿后点这个板别非常少 说句实话 咱们能常接触到的大清宣山 有三种 都是启虚龙 有前版的 有深版的 然后就是这个阿后点的 就数这个阿后点 它的价值会高一些 那你连 你连它的价值都不知道 你这东西从哪来的呀 我这是有一个发想 小时候比较穷 然后现在发财了嘛 然后前段时间 我们在一块吃饭喝酒 然后我们吃完喝完 上他家去喝茶去了 玩的时候 他跟我们炫耀 说这他这银元 值几百万 好多 这个能值几百万 他说 不是好多呢 一抽屉都是 家里面收藏的多 对 然后小时候那么穷一个人 我心里想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那不会 说句实话 他能有好多这样的银元 那是真发财了 这真穷 小时候我告诉你 饭都吃不起内容了 现在是真是发达了 对 发达了 请我们吃饭 有点炫耀的意思 那这一块银元是他送给你的 不是 那天不是喝点酒吗 喝点酒 然后喝多了吗 然后他说 这值得几万 那个值几十万 这个这么 然后我就顺手拿了一块 然后拿出来看看 他是否吹牛逼了 或者在我面前 你就是想确认一下 他说的到底是这一个 这个值几万的 那个值几千的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那他还 说句实话 他还真没对你说谎 这东西确实挺贵的 真的假的 刚才就说了 大清宣三 三个版 就属这个版 价格高 阿后点 还是AU50的评分 你看他还带点转光 确实流通痕迹非常少 这个底板也非常好 确实这个能值 两万多 就是即便我们回收 像你要是给我的话 我也能给你两万块钱 真的假的呀 真的 你要真的话 我卖给你的了 我卖给你的了 你给我两万块钱吧 卖给我 对 那你朋友知道不知道 你拿他这块因缘 没事 我们那个关系那么好 几十年感情了 是吧 他发个大财 我发个小财 怎么了 对不对 卖就卖了嘛 你的意思是 他吃肉你喝糖 对 他吃肉喝糖 那你要说 你们一起做生意 那样行 那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说 你偷偷拿他的 这 咱说句实话 你往大的说 这是盗窃 他现在发大财了 也不在乎这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一两万 对不对 一个银员破银员子 他能这个什么呀 是不是他还不在乎 你这样吧 听我一句劝 我看着你年龄也不小了 拿回去 给你那个朋友说一下 如果关系真是到位了 你给他说一下 你给他要一块 那都没问题 是不是 你这样偷偷拿 真是不行 你这样 你说不说吧 老板 这样我是真不熟 东西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想收 但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在这放着呢 肯定收不了 好吧 你要不收的话 我就拿着找其他人卖了 你找其他人卖 你找其他人卖也行 那反正我这是真不收 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 真的 这种性质完全不一样 你真是把它卖出去了 真是性质完全变了 你现在还回去 还有后路 还有退路退 但是你要是真是卖了 一点退路都没了 那行吧 再说老板 走了 那行